上次Physical 改名為Healthy 開了不夠一個月 又再改新名為Perfit 顧客很害怕他們兩度轉手了這個資料 即是他們的個人資料 信用卡 註資證明等 可能買了給其他不法的集團 或者其他借貸的公司 這些都是沒有證據的 純粹顧外人的推測 有些客人剛剛說做完專業 受了訪問後 香港另一報章 就說 他兩度轉了名字 上到去 就好像平時舒適寶的 設施都是一樣的 沒有說有什麼新的東西 沒有說特別多了些東西 人就可能60人 變成150人 這間都不會維持很久 其實他就改來改去 都是Physical 手段 只是看一些人受不受 他改來改去都是想繼續營運下去 之前的名字花了 舒適寶 出了那麼多拿渣招 這些是大家中了周知的 人流都比較多 苦主一定會繼續玩 有些簽了5年約 有些簽了10年約 你說他們不玩呢 你說他們會不會再247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你們繼續玩呢 就會 可能會受到他們的新合約 或者延長了那些合約的條款 例如 不知道什麼時候倒閉 你就沒得玩了 除非他可能會繼續 轉秀給其他人 繼續營運 轉來轉去其實都是Physical 上面都是 一層兩層 好像兩層 都是要登記 你繼續用Physical 卡 我想應該都可以 但玩不玩呢 自己想過 香港01日報 兩張圖片 顯示 兩個受訪的人 他們就說 Purfect 收費就不貴 每天只需付5-6元 又說跌都跌了 因為你的合約還未完 你試一下你完了之後 看看會 這間新PG會收你們多少月費 還有你們說24的健身室要500多元 人家營運冷氣 牆燈有火納 都要錢 公平一點 你們付不起 別人喜歡玩247 你們喜歡玩perfect 沒有人阻礙你的 你貪便宜 不要說別人倒閉 又說沒有消息 又說別人改名 之類 公平 你加入perfect 當然要受perfect 合約條款的約束 別人加入247 別人設備 比你 任何洗澡的地方 或者清潔程度 都會比你 perfect 更加好 不怕貨 不怕貨給貨 最怕不懂貨 你們說247的貴 你們又去過沒有 我知道你們是旅遊家 就沒什麼需求 年輕或者一些 喜歡玩比賽的人 喜歡去的247 靜靜的 就不會像 你們這樣 會去perfect 搶奔頭 好像未玩過健身 你們喜歡 就繼續 用了你們剩下的合約 即是那些時間 到時你們還在不在 看看247便宜一點 還是perfect便宜一點 今天分享就是這樣 多謝收看 多謝大家收聽 manip 稍為 免得 電影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